大家好,我是明依仙,柔菲,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分享一道简单又下方的做法 首先准备几半蒜切小粒 姜切薄薄的片 红椒切圈圈 全部切好放盘子里 同时准备一把金针菇 两颗香菜切小段 不喜欢的可以不切 主题是这条罗菲儿 早上花了10块钱买的 把它的两面都切上花刀 这样方便入味也方便熟 起锅烧油 油温5成了混入罗菲儿煎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用筷子推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煎2分钟左右把它翻一面煎 一面已经煎得金黄了 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 然后换入姜蒜 把姜蒜炒出香味 调入一小勺盐 鸡精 一勺生抽 料酒 豆瓣酱 适量的胡椒粉 倒入适量的温水和鱼器瓶 再扣盖蒜煮8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放入洗干净的金蒸菇 放一些葱段 用厂子把金蒸菇压一压 方便煮熟 煮2分钟差不多就熟了 最后撒入红椒和香菜即可 这样我的红烧螺菲儿就做好了 鲜香味美肉质滑嫩不腥 有肉有菜特别的营养下方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是明星 我们明天见